看看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看护 意图下毒呢 在彰化园林有一名图姓雇主 他因为父亲车祸卧床 得要聘请这个外籍看护 来照顾他的父亲 但是呢看护疑似不主不满 雇主的妈妈 居然是把漂白水倒入杯中 让这个妈妈喝下去 就好在呢妈妈喝了一口 发现味道不太对 立刻吐掉才没有酿成悲剧 身穿粉红色上衣的雇主 才刚把杯子放在一旁 转身走没多久 外籍看护疑似因为对雇主母亲不满 竟把漂白水加到他的杯子里头 好在雇主母亲发现后 觉得有异状马上吐掉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家属气道请仲介将看护带离 不过无奈的是 碍于无法承受照护空窗期 为了提早申请新的外籍看护 双方只能和解 让他早日出镜再重新找看护 不要让他们走因为移民署也没有跟我说 他如果没走我就没走到车败的了 做法让我们这些家属真的是很无奈 对我在移民署就有讲 他们说没办法成绩就这样 我们说我们能够保护外游 都没有保护台湾人 现在的劳权扩张导致于我觉得失衡 只要有一个外籍看护工 护用者 他就不可能同时有护用另外一个 司法安全必须把他整个案件厘清 他才能够遣送或是解职 而家属质疑可能是多次提醒看护 搭乘妇康帮士不要迟到 对方怀恨在心才在杯里头偷家 漂白水 想解雇却因为衍生照护空窗席问题 也让家属相当无奈 这林一峰张华报道